暴雨没完没了 南韩真正下了超过半个月的好雨 雨量是正常没雨季的两倍 各地淹水土石流灾情也没停过 许多道路都被泥水淹没 光州还有木造建筑物的屋顶 被猛烈的雨淡炸毁 附近居民紧急撤离 这波暴雨累积的死亡人数 已经来到了47人 还有三人失踪 近2000人无家可归 暴雨还曝露出南韩政府 横向救灾沟通不良 总统引席月干脆取消行程 坐镇指挥 本来已经进入尾身的南韩 梅雨季却遇到杜苏瑞台风搅局 若是路径没有往偏北走 南韩就可能继续暴雨 平均值更是当地50年来最严重的暴雨灾情 洪水淹垮桥梁导致交通中断 还一度有8万人断电 警销还在搜救失踪的4人下落 TV先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